四汗少男如一 夫妻双双 马上 他爸有点事 记得喝今儿上 我一会儿回来了 你当着那么多人干吗又找我呀 我不跟你计较了 走 跟我回家 我干吗跟你回家 咱现在不是一家子 我怎么跟孩子说呀 你问我你去哪儿了 我说什么呀 你就跟他们实话实说 你别来劲啊 我承认 逼你离婚我是一时冲动 但你是不是也有错呢 你逼着我叫范 这还是我的错 你还讲理不讲理啊 反正这离婚不算真的离 明天咱俩就敲不声地把它付了 千万不能让孩子知道 你说孩子知道 这都吓死了呀 你放心 你就实话跟孩子们说 孩子们的承受里 没理想得那么差 知道吗 你还拿起来了是吧 怎么着 我跟你好严好严不行了是吧 你可别忘了啊 你什么都在我这儿呢 什么房产存折工资卡 你都不想要了是不是 被吓唬 你还被吓唬 现在不是流行那么句话吗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 我能为了 那点区区的什么财产 就放弃吗 开玩笑 别瞪眼 别瞪眼啊 现在咱不是两口子了 咱俩现在最多就是一熟人 连朋友都不是 就算是朋友 你也不能大呼小叫的 知道吗 那你是真不打算跟我回家呀 不走 走走走回家回家 别 别拉拉舌舌的啊 别拉舌舌 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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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不是你你你你你话说完了没有 你要是说完了 我就回去上歌去啊 你等会儿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 你外面有人了 有小三了 哎呦 你可真会想你 我告诉你 咱俩问题就是咱俩的问题 你别瞎扯别人 不可能 那你为什么不怕我了 原来我一句话你就 哆瑟你就 你现在为什么不怕我 你为什么不怕我了呢 你以为我平时怕你是真怕你了 花枝俏 我啊 我那是 我包容你 我大男人我 你知道吗 你还来劲了 蹬鼻子上脸 你以为你永远都 牵在别人头上 是吗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就不陪你了 我还没这义务了 拜拜 靳靳 靳 老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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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老靳 老靳 和香均 老靳 打电话呢 吃饭了啊 妈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妈 出什么事了 妈 你别哭呀 你什么 妈 怎么了 妈 出什么事了啊 对呀 你们两个 还要挺住 不是 他家出大事 模糊什么事了 那你饭了他 他不要我了 爸不要你 他把我给你甩了 他外面有人在出轨 我都不到岁数人给你甩了 我都没脸见人了 妈 我以为你说什么事了 那怎么可能啊 我爸什么人我们太了解了 你就算借他两个胆 他也不敢在外面找人 借这么借 他离回这儿都在 我又离婚客了 我又离婚客了 你们疯了吗 怎么离婚证都领了 妈 你是又怎么接着我爸了 你干什么事了 你们俩周 娜娜我跟你说 原来跟你爸说离婚的 全都不同意 这回一说他就说好 就是有小财 抓着先行着妈 别瞎说 没抓着先行 娜娜 这回也是话干话的 最后就 一下子就冲动 你这么就离了 所以娜娜你去找你爸好吧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让他回来 行行行行 我去找爸 你看着妈 好好好 妈 爸 站了 爸 你在哪呢 我在开DV唱歌的 行我知道了 我现在过来找你 你们俩都多大的岁数了 还离婚 那就算是你抓着我爸的现行了 那也不能离婚啊 我爸是什么样的人啊 一直在家里面待着 你一放他到外面 花花时间 他还能回得来吗 他回不来的怎么办啊 我知道 怎么回事啊 一看你这样我就知道 你妈这回老实了吧 您是 您是想吓唬她呀 那你也别真跟她离婚呀 你妈是不是回家哭去了 她都快吓死了 我跟你说 就她那脾气 这是陈年顾及了 不给她下这猛药 她好不了 你不信 我要是原谅她这回 过不了两天 她旧病复发 到时候受的还是我 我爸上年纪了 我是真受不了了 你没第三者吧 这也是你妈说的吧 我跟你说 就她这人 出点问题 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一口咬定 就是别人的毛病 我跟你说 我现在真后悔 当初我为什么不找 一小丝小丝的 我真 这话欠得跟你妈说 你傻呀 不过您要真想制止她呢 我也同意 因为有的时候 看我妈真是 她想怎么欺负你怎么欺负你 我有时候也很烦她 不过这样 她要是有所悔改呢 您差不多也就行了 赶紧回来 我就是这个意思 她一个月就改了 那我过个月我就回去了 可她要三个月还改不好 那我也做好了 这大吃酒站的准备 我就是让她看看 离了我 就那帮上摊着按摩的老头 有几个对她是真心的 您真是 您还吃这个醋呢 他平时老拿这些人挤得我呀 他现在也知道怀疑我了吧 我就是要让他尝尝 被人忽视是什么滋味 嫉妒是什么滋味 那你住哪儿 住你姑姑家 放心吧 你跟谁唱这卡拉OK呢 同事 同事聚会 平时爸都参加不了 不让我去 你还有事吗 没有了 那我去了 爸也放纵一回 路上留神啊 这都捡个不 行 老金一回来了 这嫂子叫你都不回去 怎么着啊 是要革命到底啊 你们有没有怕媳妇啊 真是 往那儿给她面 没错 女人 你不能让着她 你让她还来劲了 对 我跟你说今后不回家 我还就不回家了 我看她怎么着 对 看她怎么着 玩 喝 来 来 来 喝 喝痛快了再回去 今天不醉不归啊 不醉不归 对 对 对 别靠啊 你刚才已经喝白的了 这没有皮的了 还没喝过洋酒呢 你咋什么 你别干的 这又不是二锅头 这又不是皮的 怎么着 你这喝怎么着 好 姐回来了 来 姐 那个你找找我爸了没有 我爸她怎么说呀 我这好话说尽了 她就是不回来 你还说没事 这么明白呢 对吗 先别急啊 姐你跟我说 我爸她是不是真的外面有人啊 送你啊 妈 您跟我爸这事能走到这一步 您不能只怪他吧 你也得从您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不是找了吗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问题 这话你没跟她说呀 我跟她说了 可她说啊 她这辈子也受够了气了 她打算 暂时不原谅你 你说我弄得好像是我犯什么错 不是吧 请别人原谅 你说我有什么错呀 大妈 就说您那个针灸管吧 这天天都去些什么张大爷李大爷的 那么多的那老头围着你 你让我爸怎么想 你知道我们在一起也没别的呀 就是瞎聊个天逗个闷子 再说了 你说 去你妈这层次的 怎么能看上他们呢 我觉得妈妈 这个时候呢 最应该跟我爸解释的人是你 你应该现在马上就转换 跟他好好解释 走走走我陪你去 哎 现在不行啊 我爸现在他 他还在气头上 这样 您这几天呢 就好好反省反省 也让我爸好好冷静冷静 您跟我爸这三十年 这日子怎么过来了 我爸就忍了您的脾气 忍了三十年 要是别的男人 那早就不过了 我爸这已经够好了 所以您要想办法 怎么把他再给追回来 他要再回来了 那您是不是就得改变一下 您自己 变得温柔一点 说话别那么大声 别动不动就跟人发脾气 别以为所有的人 都得按照您的意思去过日子 现在我要听的就是 经过你的观察 你觉得你爸到底有人没人 暂时应该没有 暂时应该没有 行了行了 你跟我说挺不喝的 你这不行了 你这个 谁是吧 被你喝了 老金你行不行了 没关系你们放心吧 我把他送回家 你们回去吧 你们慢点 行行行你们也慢点 好的好的 等着我们今天喝 喝喝喝 走 不回家 先开个房 明天你醒了 再再回家 行吗 行 哥 你昨天晚上在哪儿中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待会儿再说吧啊 待会儿再说吧啊 先这样啊 管了 不知道 Fast 早 快点 早 走 快点 收了 快变成吧 爸 吃早餐去 过了十点你就收了 快点 等会 等会 这 这怎么回事 我 我怎么在这儿啊 忘了 昨天晚上喝多了 本来我想打算 把你送到你妹妹那儿去 你不去 你说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我就来这儿了呗 你也跟着我来了 昨天晚上没出什么事吧 我都记不起来了 喂 我总以为 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 没想到都一个德行啊 我什么德行 你说呢 那 那 那 谁 那个 算了 不开玩笑 咱不开这玩笑 不是 你觉得 我是那种开玩笑的人吗 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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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等会儿我再想想 昨天晚上的事 我多少还有点印象啊 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昨天咱们 喝完以后出来 你说你送我回来 你说你在你住的旁边 再给我开一房间 是这么回事吧 是这么回事 我是说我给你开房间 可是你不去啊 你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你不干哪 你哭我闹啊 妈 我 我 老老老师 你这 怕什么呀你 你 你都离了婚了你怕什么呀 你 你 我 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 你亲口告诉我的 那 我连这都说了 当然了 你什么不跟我说呀 哎呀 你怎么真急 你别 别动别动别动别摧不不别动 你先闭着眼 我冒着我 我finden说你别看我 我什么看你 我又不是没看你 我我紧张看着你 我这 你吓你笑什么 这说什么可笑的 你紧张什么呀 你瞅你出这么多汗 你干什么呀这是 我自己来 我跟你说 小三 你那那那什么 我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咱们怎么这 你怎么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也离了吗是不是 你要不离我能这样吗 我不是撑小三了吗 打住打住 别别别 哎呦 你给我打一两 我告诉你啊 我这人 做人可是有底线的 有原则的 是 哎呦哎呦 压着我了 哎呀 压着我了 你等会 没事你说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也不知道 我你你先 你我我我 我现在走我还有事呢 你现在 什么事 那你得吃完早饭呢 不不不不 你说那这儿早饭买免免费的 你招什么劲 你把一路穿好了 再走 我出去吧 怎么回事啊 昨天晚上什么情况 我干什么没有啊我 没录像了 没监控了 金智阳 金智阳 祝你能喝呀你 完了 这事完了 这怎么办呢 这个 我 怎么办呢 这个 爸 哎呦 你怎么来了 还不是因为我妈呀 我妈昨天晚上可真是伤心啊 一晚上没睡 我把您跟我说的话呢 跟他复述了一遍 他特别后悔 他以前做了一些不对的事 好 还好 我觉得要是照这样下去 那你们两个要很快就能和好 是吧 哎 爸 这样 到时候我在天把火 让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 我就带他去找你 让他跟您赔礼道歉 哎 那时候 您记得给他个台阶下 这样的话 咱那就算是革命成功了 对对对 太好了 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但是你得抓紧时间 夜长梦多 不是 我是说你这个时间紧任务重 咱 我这儿也挺难的 放心吧 老金同志 好 那那我先上班去了啊 行 好 娜娜 孙姐 哎 哎 你这么早就来找你爸呀 哦 有事 家里的事 嗯 你妈最近挺好的 我妈还行 她在家吗 在家吧 您找她有事啊 没没 没事 找她没事 没事 你走啊 嗯 哎 哎 有空来啊 你看手都扎轻了 疼吗 不疼 呦 童童 这么勇敢啊 爸接个电话啊 马上就回来 老林 这 这个钱的事 怎 怎么样了 老吴 真不是哥们儿不帮你 我提前才知道 我那百家年伙儿 把钱都放在股市里 这不是股市最近不好的 要不你再问问 老贤老孙 没事没事 我自己再想办法吧 金代夫 金代夫 总共无心困难 快过来 爸爸 喝口奶 快点 我 我 我总觉得没点见你 真的 我现在心里测乱 咱 咱俩最好先 那 暂时别说话了 抱歉啊 怎么了 你至于吗你啊 回来 回 回来 那个花姐吗 我 我是孙文娟 那个什么 我有事想跟你谈谈 可以吗 喝点水 好 谢谢 老金让你来的是吧 是 就知道肯定是他让你来的 他今天上班了吗 上班了 他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 有啊 他跟你说我们家事了 说了 你跟他共事这么多年了 你也了解他 你说你要有本事 你就一横到底啊 你横完了你就怂了 又服软了 就派你过来 整这一出干嘛 你这样的话 我就更瞧不起他 他没找我来说情 姐 你们离婚了 他跟你说的 他告诉我们离婚了 姐 你别难受啊 咱们俩呢 也认识好多年了 你也对我挺好的 所以今天呢 我有什么说什么 好不好 这么多年了 我也看在眼里 老金是一特别好的人 可是你没有珍惜他 你老欺负他 你也不珍惜啊 我没有欺负他 我嘴不太好 有时候太狠了对他 但是我真是爱他呀 可是人家现在不爱你了呀 我跟你说他 他不爱我了 姐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跟老金在一个办公室 都这么多年了 我刚见着他的第一眼 我就爱上他了 可是你们俩接着婚呢 我不能 你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 所以从昨天开始 我们俩就正式在一起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就在一起了 我们恋爱了 昨天晚上 就在一起了 吓死吗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 姐 你再不看一看 不是 姐 你别难受 千万别难受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个事 你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 所以呢 从今以后 我觉得你们俩最好 不要再联系了 我怎么觉得 我又接受个对象了 你要记得吗 我知道 那我不用跟我介绍了 你插足谁不行 你插足我的婚姻 姐 我没有插足 我说 你还说没啥 没来这么一块 不是 你们俩离了婚以后 我们才在一起的 谁真离了 我没有这 我俩这一时冲动 我这话赶快当地离了 我俩还没有 姐 你别难受啊 已经这样了 你赶紧走吧 好的 走 走 走 千万别难受 金指崖 金指崖 怎么样了 突发性的呼吸不畅 现在暂时没事了 不过像童童这样 先天性的事件格缺死 当时你们救治也不够及时 心摔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必须得赶紧手术 要不然以后这种情况 也会越来越多 正好 好 妈 是我 这两天 就尽快把房子挂出去卖了吧 童童的病不能再多了 必须手术 我还没扯到钱 你别急 妈妈今天就去找中介 只要价钱合适 妈妈赶紧出手 等妈卖了房子 我就来北京找你们 妈 对不起 到头来 连养老的房子都卖了 害你 要来北京 跟我当北漂 我这儿子 做得好事 所谓啊 房子没有了 我们以后还可以再买 要是没有了 你没有了童童 要这个家有什么用啊 妈妈不求大富大贵 只要你和童童好就行 妈 谢谢你 等童童做了手术 我马上去找工作 一定好好挣钱 让你过上好日子 妈妈相信你一定行的 妈妈相信你一定行的 可以进去看看童童 吃饭 孙姐 你算了 行 我马上过去 咋咋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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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了啊 老金 我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时间 你不听会后悔的 说 我爱上你了 大众 苏永远 从今天开始 咱绝对不许再开这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真的爱上你了 我真的是爱上你 你听我说 听我说啊 昨天的事 是我自认 都是我不对 我怎么赔上你都可以 我 我对不起 我现在再跟您 道一声对不起了 你跟我道什么歉呢 小孙 你 你是不是家里 有别的困难呢 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我有什么困难呀 我什么困难都没有 我就是爱上你了 而且我已经 按赖你很长时间了 我就觉得你就是 我心目当中的好男人 好丈夫 你这没道理啊你这个 爱还需要什么道理吗 是 以前你接着婚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你现在离婚了 离婚了我就有权利爱你 你也有权利爱我 你冷静点好不好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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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自己看着办法 你怎么就成我的人了呢 这是我吗 怎么不是你啊 你怎么不认证啊 你看看 哪天咱俩就这么照的 就这么照的 这是你你再仔细看看 小宝贝睡着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给她验个血啊 金大夫 你看这个奶粉啊 这个朋友给我送的 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 这到底得对多少啊你说 我看看 这边有客服电话吗 4006061951 你打这个电话 问清楚 好 谢谢啊 没事 400 喂 喂 姐快是爸的公司 妈去找爸算账了 什么 真的 咱们来出大事了 不会吧 这没什么不会的 等你啊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妈妈 妈 你别跑慢着点 咱 咱不冤枉一个好人 但是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别吹花 别吹花 把事情搞清楚 彻底完了 孙公军 我到底哪儿好 照您这么待着呢 你说你长得挺漂亮 也挺丰满的 你找什么样子不比我强啊 我各方面都这么好 我为什么看上你了 说明我爱你啊 真的 我不骗你 你要是娶了我 我肯定比你老婆对你好 好一百倍 真的好 好一千倍 用不着 用不着 我用不着 我谢谢你了 这要出人命呢 张哥 妈 喂 妈 我姐来了 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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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等 你赶紧选点妈吧 妈妈 妈 娜娜 你还说你爸那没小三 那小三今天都找到我头上来了 这谁呀 孙文娟 哎呦 妈 人孙文娟天连跟着我爸不假 但人没有那层关系 你爸都承认了 他们暗赌陈藏了好多年了 这个陈世美 这个离婚是他下的套 我被骗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不是啊 这我也不想活了 我要跟他同归一军 妈 妈妈 你千万别走极端 你别想不开啊 你妈我这辈子 最恨的就是这种万恩负义的人 他居然在我眼皮底下 跟别人好了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想这口恶气 娜娜 你在这等着 他俩人出来 你就给我纠正给小三 进步 走 喂 妈 妈 姐我跟你说 你赶紧给爸打电话 妈连营证都带过来了啊 妈 打电话啊 妈 喂 爸 我妈已经疯了 她带着营证去找你了 什么 你妈哪是真过来了 她非说你跟孙文娟有关系 跟孙文娟没关系 你 你老婆知道咱俩的事了 你说她是个女人吗她 第一次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她下来她就扎人了她 什么 她还拿针扎你 关键是 真瞎得去手啊她呀 你说真是的 老金 你要是娶我的话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拿针扎你的 我疼还疼不过 别害我了 我求求你你别害我了你 我这半辈子的清白啊我这是 行行行别着急别着急 那那那咱赶紧走吧 行吗 她一会儿来了可怎么办呀 听见没有 走快走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走了啊 快点 快 快点的 快点啊 老金 你冲减 金智阳 斥护凤凤凤我出来 我炸死你 滚出来 小心你别 滚开 滚出来 金智阳 这是我妈的 你呢把我发工作呢 滚开 滚开 我我想了你 滚开 可以掉了 放出去啊 金智阳 滚出来 小心你别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哎呀 老金子 赶紧走个一会 花姐跟来了 你快走啊 你带我干什么你 住手 这到底有事没事啊 哎呀 是有事 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妈 可是你知道 你妈那脾气一会儿 她来了就得要你发的命 真的我求求你救救她 你别听她的 爸 我这么信任你 居然骗我 孙文杰 你不用上班了 你被停职了 老虎 炸死他 你让他上 金子洋 快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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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毁我吧你 不是 杨 杀手 妈 杀手 我怕不怕死 杀手 妈 妈 你们俩还追不上 妈 妈 杀手 妈 这都跑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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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来了 你快开车 我让 让 我让 怎么开的车 妈 妈 我不让 妈 花花 妈 小心点 真的是你啊 花花 我是李妍呢 李妍 没想到在这儿看到你了 这么巧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说你出国了吗 大伙说都找不着你 你回来了 对啊 我出国很多年了 刚刚才回来 没想到我会在这儿碰到你 对了 这是我儿子 你好 我女儿 你好 都这么大了 对不起 李妍 我有事儿 我就不能耽搁了 有空再说 要不我送你们吧 不用不用 留个电话 你留个电话 对对对 我也给你留一个 这是我的名片 名片 好了 对不起啊 再回再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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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没完我跟你说 没完 你招什么急 你等等我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我就想保护你 谁用你保护我 你是我什么人呢 行 我真服了你了 你是不是讹上我了 那行 你说多少钱 多少钱你才跟罢休 你说 你干什么你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给我钱 不是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没有情调啊 怎么这么没有品位啊 全单位那么多人 我怎么不追别人 我怎么单追你啊 你心里不明白呀 手里就那么俩人 还把自己当成多大的官呢 你 还给钱 给吧 来 拿来 一个月 这 这什么 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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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 不是要给钱吗 给呀 拿钱了 你搭款呀你 孙小军 我请求你 我恳求你 我 我祈求你 看在咱们多年同事的份上 你现在跟我回去一趟 跟我老婆解释清楚了 好吧 咱们两个的事 算我酒后失德 怎么赔偿你都可以 我跟你发誓 我对你一点意思也没有 好了 好了啊 上车吧啊 哎呀 想当年 我一百富美 嫁给她穷小二 我全家都不同意啊 我就非跟她 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妈 你就别哭了 我跟你说啊 爸要是真做了 对不起你的事 我跟她断绝关系 还有你 我 关我什么事啊 当年就是为了生你 给他们老金家传宗借贷 我这让大卫给开了 我一直跟你们说 我是自己不干的 其实啥人家给我开了 不要我了 哎呦 哎呦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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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过去多久的事了 你怎么还想啊 要不这样 我给她打个电话 我让她回来 当着你的面 跟你解释清楚 咋 你跟咋 你问她在哪 你知道她有本事 跟我来对这 跑死什么本事 你看你现在这么激动 我让她回来 那不又得出事啊 要不先送你回去 不是啊 妈 先回家吧 不用了 你去上班吧 反正我给你爸这事没完 你别操心了 警官 帮我走 好 你看你俩 别说事了 放心 不 不行 那你想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害我呀 我怎么是害你呀 我就是想让你娶我 想给你当老婆 我这怎么了 不是我就问你 我哪一点比不上她 我不比她年轻吗 我不比她漂亮吗 我不比她身材好吗 你能不能换一种活法呀 你怎么怎么不开放呢 行行行 我不懂什么开放不开放 我金志阳这一辈子 除了我老婆 我还没对任何别的异性 动过心呢 小孙 你跟我回去 把事说清楚 我跟我老婆 我们还得复婚呢 复婚 你们俩还想复婚 这都现场直播了还复婚呢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 删了 我不删 你删了 我不删 你别碰我啊 你别碰我啊 我让你删了 快呀呀呀呀呀呀 你干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好 你没事了 你来 行行好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小孙 刚才说我不对 我态度不好 不应该跟你耍横 我求求你把那个照片删了 行不行 那你得对我温柔点 怎么着 好好好 小孙 求求你 把那个照片删了 行不行 再说一遍 把那个照片删了 行不行 那好吧 我去你的 不够还有备份 你说你到底想怎么着 我就是想让你娶我 我到底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呀 哈哈哈 妈 妈你先别哭 咱们得回到家里以后 你怎么样都行行不行 师父 去那个新康家园 调走 不是 妈你找我姑姑干嘛 别说 新康家园 你 妈你别冲动你急什么呀 不是 妈 你把包给我 我来令 慢着点 你慢着点呀 妈 哎我哥呀 可是早就没了 窝囊啊 那个姑姑 那个 嫂子 你怎么来了 就 进去说进去说 快走走走走走 你好 你说是不是说 不是 我的花瓶 嫂子 你说不说 我哥他真没在我这儿 不行你看你看好了 你遇见我我遇见你 于是我们都想了 你遇见我我遇见你 你看着天我看着雨 想想你在想什么 你的眼睛好像星星 里面是否会有我 花香四溪微风吹过 没有什么不可以 然后你就成了我 把宿佛女 然后悄悄答听你的消息 她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 看见你 我都不知道你 我怎么认为她爸有病呢 你年轻 你皮肤有啥 我的眼睛好像星星 里面是否会有我 花香四溪微风吹过 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想说的特别多 春去秋来 花开花落 你在心里没离开过 然后你就成了我 然后你就成了我的宿佛 然后悄悄答听你的消息 她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 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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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成了我的宿佛 然后悄悄答听你的消息 她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靠近你 谢谢你成全了我的幸运 我看着你 再见了 我 她们说爱情成长 毁人有折磨 我只要奋不顾身雪景 没有护磨 你遇见我 我遇见你 于是我们都笑了